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yaDori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就是台蟹啦 音機 女生她會上廁所然後坐上去 然後要尿漏或大便 所以她們為了遮掩這個聲響 她們會放於一串水流聲 因為你對於自舞主宣告這件事情 所以更加的收拾 就是她我要大樓啪這樣子 她我要尿了啪這樣子 好再來最精彩的部分來了 就是放屁 YA 好 話題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告白 我最近就因為這件事跟我男朋友吵架 因為我在她面前放一個非常臭的屁 可能我們兩個一直在客廳 然後可能坐著這樣 幫她坐著 可是我最放出來之後才覺得 哇怎麼那麼臭啊 然後我就說欸很臭喔 然後又這樣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窗戶都打開 然後還開吹 門大開 都一直很生氣的跺步這樣子 真的很生氣 非常生氣 她臉都整個脹了 是真的臭到不行嗎 對 很臭 然後她就說 怎麼可以放屁 我說可是人就是會放屁啊 而且因為她也會放屁 我說可是你不是會放屁嗎 然後她就說 因為我是知道我這個屁不會臭 她就說 出鬼 她就說 放屁前 你會知道你的屁臭不臭 她怎麼會知道 然後你的屁如果不臭就可以放 當然我也有臭比較不臭的時候 但我現在因為她那時候真的太生氣了 所以我為了屁風頭 就有一陣子就是 欸好像有屁感 你就趕快遠如客廳 就去自己房間 或者 所以你放屁 等一下自己房間 對 可是你這樣有時候很煩 就是 而且她來不及啊 而且屁外會跟著 不是 你在 你在 狗房間放完之後 就想說 欸我看完屁可以出來 欸怎麼有點狗狗 我媽媽以為 太好笑 而且我必須說 因為 我不想忍屁啊 然後我發現日本的女生 在我身上好像就會忍屁 忍屁很不好欸 然後還有人說 從小就被媽媽教導 不能在人家面前放屁 我媽媽家還在教這種東西 對 我想說我媽媽只有教我要考第一名 對 然後她說她連家人的前面屁都沒放過 蛤 對 好神奇喔 所以你知道因為屁這種東西喔 它就是你在腸內細菌的那個 消化過程的時候 產生的毒氣體嘛 那如果放出來的話 就會堆積在你的腸道 你可能會氣障 然後或者是她那氣消耗之後 它會回升到你的血液裡面 很不好欸 很不好啊 所以你不覺得 他們有時候 你覺得日本人大部分性格壞 然後脾氣又不好 可能是因為人家屁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不是下屁 他們是下屁 對 對他們就是人屁人太久 導致 那個 毒素無法排乾這樣 就伊藤會用一種很 會諧的方式 就是什麼 然後就會說是誰是誰 但他自己很賤喔 就是他有時候很 我就覺得好臭 我就說誰放屁 然後他就會 哈哈哈哈 請問你說誰放屁 就只有你們兩個嗎 還有狗啊 然後他就會全部都怪到胖腳的身上 他就會假裝他卻聞胖腳的屁屁 然後說 你怎麼偷放屁 然後胖腳就有點很無辜 後來他前兩天 我剛剛說我們要錄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其實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他自己放屁 但是他嫁禍在狗狗身上 而且他們最近很煩惱 所以很多人一查放屁 就會查到說要如何不放屁 好奇怪喔 你應該是要盡量放屁吧 你看瑜伽都有 Gasin looking for 對阿 就是多運動就可以多放屁 對阿 但是有人建議是說 就是去男朋友家之前啊 不要吃太多脂肪類跟蛋白類 然後要睡飽 然後還要吃優格什麼 反正就是要整腸就對了 你知道嗎 因為假如你跟男朋友約會 正常的事先去吃一頓晚餐嘛 喔對阿 這樣是會滿容易放 哈哈哈哈 而且是吃還不錯的那種 好戀難喔 然後我要喝酒 我還查到就是真的有人放屁 不論男女 然後就被分手 Yahoo街 我就有人說 我聽過有人因為 在男女朋友面前放屁 真的有嗎 下面就說 然後所以我自己的事 下面真的有人就直接說 我就是有一次虛弱會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腳上的放屁 被甩過 等大便放屁這麼龜毛 但是大便事情反而可以很聊得很開 對他們大便聊得很開 就連喝酒的時候會聊大便嗎 對啊 然後我通文男朋友這次會 互相報告彼此的問口 就他可能出去 比如說他這次去爬心鍋 然後可能要大便 他就會說問口 然後我就會知道他在爬心鍋的 多一點裡面 蛤我們沒有無聊到還傳line 就是在家裡的時候會抱頭 我家上去大便 希望可以有一個好大便 喔 這樣還蠻可愛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如果他真的大他就大 然後我發現他很久沒回來 就在裡面大了很久 就說很大便 他說對 他早上去上班嘛 然後在八九天他就會傳一個問口 所以他又會每天跟你報告他 我要上了 對然後他也會說什麼 我最近好像都就是 就是問口 試切れてない 就是有產品 我就 kry 我就說但你是可可要問 你現在就是臉上寫這麼光 但是我跟你講 我現在聊到時候 我已經感覺好像有大便 哈哈哈哈哈 你等一下可以去大便 沒有 我剛才搭過 好大家覺得這個日本特製很乾淨對不對 其實他們真的是少得很很細 很特異 對啊 因為我說真的有些人不會掃地的人 他就是只會掃表面 不行一定要就翻起來 然後裡面 對啊以外 甚至有時候拆下來或什麼的 我還聽過一個非常變態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台湾 然后嫁来日本 然后他刚开始跟公婆同居 就有一个戏码是婆婆教你扫地的戏码 他说其实都还好 但是他婆婆有一个 他实在是接受不了的地方 照理说你会用那个马桶刷 然后去刷那个马桶下面那里面对不对 那我觉得有做到这些人就好了嘛 然后再加一点消毒什么的 他不是说他的那个 婆婆觉得那样子是不够的 所以要他直接伸手进去里面擦 但我其实是直接用手刷 你用手刷怎么刷 戴手套然后用那个 就是托伊雷收集的戏码 可是因为现在的托伊雷 其实里面都不太会机构了 所以你就是直接这样伸进 然后照理去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边喔 这边我也会用手 我说的是这个喔 你说到里面吗 那他怎么会扫到里面呢 他就是带工夫tabler叫你手伸进去啊 这也太多了吧 这边我当然也会扫啊 就是最下面的那一个 对 就是扣进去的那个 就是他会吸进去的那个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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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那个其实你就不扫也没关系 就直接用那个消毒的那个 对 因为其实他那个不是污渍的问题 是细菌的问题 对啊没错啊 但是他就叫他媳妇 这真的好疯喔 日本人其实是信奉草厕所 我可以开运这件事情 你听过吧对不对 对啊 我查了一下 因为呢其实会勒工夫tabler叫做 他这个功用是他背上有一个火焰 是可以烧或烧进任何污汇和不解 是一个很棒的神 但是他就只有厕所这个地方 好可怜喔 所以你就要抱持着对 就是因为乌斯沙凯妙的一个感谢 你要帮他把他住的地方 扫得非常干净 对 你的家里什么地方乱张都没关系 乌斯沙凯妙的居所一样 弄得很干净 皮卡皮卡 因为这个乌斯沙凯妙 它有一个箴言 名王的箴言 叫做 おくろだのをうんじゃくそわか おくろだのをうんじゃくそわか 這是一個咒語 就是你邊找廁所邊用這個咒語 會更加的提升 我覺得會念不出來 然後就一直找不下去 可能要有人是直接貼在廁所裡的 那就可以邊看邊 日本人很重視要蓋上蓋的 這個防疫也是水會噴出來到 回到空氣中 所以事實上你沖的時候就要把它蓋上去 蓋起來再沖 而且那個對運氣 他們認為你那個晦氣一定要鎖在裡面 還有廁所他們會換鞋子的事 我曾經試過但是我真的沒辦法 因為太麻煩 而且常會把穿出來 因為他穿就是粉末桃片 然後穿了很久 然後就這樣 哎唷我破了啦 把廁所拖給穿 就是他們正常來說 是要放一個拖鞋在廁所裡面 然後那個拖鞋就是只能在廁所裡面穿的 可是 而且不然我完全覺得好開心喔 然後就出門 然後一小時之後 穿在廁所拖 對就是完全失去了他朋友 照理說他不能把晦氣送出來 對 每年為止就是我們的八十把電話故事啦 大家有喜歡嗎 所以我們還特別穿得很清爽 對 就是要彈行為 就是要彈行為 就是要彈彈行為 還有反差 好 拜拜